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CABA 关注一下新疆南兰 那么在今天CABA官方公示了各支球队的外援注册 那么在昨天青岛的双外援约翰逊和威尔斯完成注册之后 今天又有一支球队完成了第一名外援的注册 那就是新疆南兰 那新疆南兰的话最终完成了大外援摩尔特里 也是上赛季效率于南京同系队的这样一名外援的一个注册 那成为本赛季第十支完成外援注册的球队 那第二阶段会有陆续更多的球队完成对于外援球员的注册 相信比赛也将会更加的激烈 那目前新疆在第一阶段打完之后 整体的表现是非常糟糕的 目前三胜十负排名倒数第四 与上赛季长期排名联赛第四的排名差距是非常大的 尽管说损失了周期与莫台尤纳斯之后 球队的内线遭受了非常大的损失 但是以新疆对目前现有的国内球员的实力 即便以全花板来打也不至于打成这么差 毕竟在第一个阶段 绝大部分的球队都是以全花板来出战的 而新疆队的全花板的这种真是不弱 有一个很好的事实就可以去做出一个佐证 那就是在之前国家队公布的试育赛的名单里边 16人的大名单里边 新疆队是由两人入选 分别是阿卜杜拉姆和年轻的麒麟 你要知道像浙江这样具备夺冠实力的球队 也只有一名球员入选 而像很多排在新疆之前的球队 广州啊包括山东啊吉林啊这些球队 战绩都要远比新疆队好 但是也没有一名球员入选 那新疆一下子就有两名球员入选 说明他们国内球员的实力确实非常不错 尤其是在风险方面阿卜杜拉姆 唐采宇 麒麟 后卫线的曾令旭 于德豪 以及有着丰富经验的鲁土布拉和小教诸船语 都是比较不错的国内群员 但是就是成绩打不出来 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个阿迪江的指挥能力确实存在 而您在另一方面的话 这支球队内线确实是损失比较严重的 尤其是内线 我们说啊 即便是鲁土布拉有比较不错的实力 但是他也是一名偏防守性的群员 整个内线并没有攻坚力气 使得对手可以将更多的防线布置到外边 所以尽管说在三号位也好 二号位也好 包括一号位也好 都有很多不错的外线区员 但是对手由于可以放弃内线 去专扑你的外线 因此也使得阿卜杜拉姆等外线区员 遭受了非常大的压力 那如今摩尔特里到来之后 那可以给内线提供足够稳定的输出 相信外线的这批区员 他们的进攻效率和机会将会更多一点 摩尔特里上赛季在男性同系 对场均26分12个篮板球的数据 算不上非常爆炸 但是这个群员有两个好处 第一就是表现稳健 第二就是出勤率高 上赛季摩尔特里总共打了48场场跪赛 全部都是首发 那整个上场时间是比较长的 这说明这个群员的健康状况和比赛态度 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 在这48场里面 摩尔特里的场均得分 只有8场比赛是低于20分的 剩下的40场比赛全部都在20分以上 所以它不存在像北京队的吉布森 对吧 我可能平均的分也是20分 但是我这场比赛得10分 下场比赛得30分 这样跳跃式的 那摩尔特里的整体发挥都是很稳健的 我可能不会说有单场45是这么爆炸性的表现 但是我每场都是20来分 12个篮板 就证明 无论是打强队还是打弱队 对吧 我的表现都是始终一致的 那有了这样一个外援 在内线作为一个稳定的火力输出点的话 我相信在第二阶段开启之后 那么像阿卜杜拉姆 唐财玉 尤其是首阶段表现 一般的麒麟 将会有着一定的提升 同时对于阿迪江来说 还有一个第二个好消息 那么就是他们的小外援的进展 也是比较迅速的 目前已经有多大 6名小外援已经推送到新疆队面前 只供他们来最终进行一个选择了 相信在摩尔特里签约不久之后 那么小外援也能够随之到来 那这个小外援我估计会偏向于是1号位 因为现在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像于德豪 阿迪江的儿子阿尔斯兰 在1号位上的组织能力都是偏弱的 只能够依靠老江曾立去 在这种情况下 再找一个能够控球的1号位 可能对于整个新疆队战绩的提升 将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就是这种情况下 注意 在5分钟下 是2号位 应该有点